2022富邦仁壽勇士席冠軍盃 陶族苗地區循環賽 今日與國立清華大學誕生 勇闖全國賽的隊伍 地主隊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 與工程管理學系 調整狀態後捲土重來 以40比38擊敗 明星科技大學集血工程系 驚險摘下首勝 道仁不敵敬旅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以50比55擊敗 那最後一場就把所有力氣拿出來 然後就是打到抽筋也沒關係 就是拼到最後一刻 出手就是不要有壓力 就是不要覺得沒進會怎樣 就是想辦法投進每一顆 然後專注在當下 首次參戰的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延續昨日的好手感 以48比28立刻圓制大學集血系 雖然說我們這次已經沒有 有進級的壓力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放開來打 國體運保手感火燙 面對同樣三連勝的勁敵中原工業 運用身材優勢 死守禁區 中原工業也不是省油的燈 外線多點開花 穿風球全更迭平凡 比分互不相讓 一籃後國體運保的大學長 莊漢廷跳出來打破僵局 以及三分外線順勢帶起球隊氣勢 陳思辰 李仁浩全勝追擊 突破中原工業防線 把握進攻空檔 以37比35險勝 闖進全國賽 就是蠻沮喪的 畢竟很多學長都最後一年 那很遺憾沒辦法跟他們再繼續打球 因為剛才那場比賽 其實我們很多該做好的細節都沒有做到 因為比數很捷徑 所以其實現在回想過去就是 如果把那些東西做好 說不定就可以不用差這兩分然後輸了 看到你們成長 從你們大意進來 我就覺得你們每個都是很棒的 也很緊張這樣 然後我自己罰進了 罰球也很陡很緊張 那最後引球的時候就是 非常把那個壓力釋放 我們有升高有始 所以我們的high low自行蠻成功 然後底線的命中率 今天大家都有把握住 然後防守上面也很積極 我覺得很刺激 因為可以跟就是這樣的對手打拉鋸戰 然後過程中其實有很多戰術的變化 所以拿下來的時候很興奮 還是要嘗試出手 就空檔來一樣要趕頭 然後可能就可以順便帶動球隊的氣勢 就後面學弟可能後來也拉起來 一進主要這個舞台也是他們的 他們現在才是主角 對我只是有點像是 定青環的角色 就是給大家鼓勵 我們不要全國冠軍 全國賽 我們打了